大家好,我是蘇維洛莎協會的H&M 我本身主要處理胖卡蘇維洛莎行動車的方案 那我現在講,我還蠻後悔,我剛剛沒有想要在那個簡報後面放影片 因為想要放影片,那可以死線 講個原分 那什麼是蘇維洛莎呢? 蘇維洛莎是指社會上不同種族、性別、居住環境、階級、背景的人 在使用接近蘇維洛莎的電腦或是網路的機會或是能理想的差異 那各位想像就是 簡訊錄得太早了吧 在台灣找得到你不能上網或是沒有電腦的人嗎? 在座各位我相信一眼望過去 基本上台灣是找不太到的對不對 那既然找不太到,那胖塔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畢端是什麼衰落差? 我們其實到後來就在講說,我們要去提升所謂的資訊素養 就是你要如何更有效率的使用電腦解決問題 那因為我跟在座各位很多很厲害的資訊社會師不太一樣 就是我之前待過來體驗,不過我只是有QA 所以我對於顯示這件事情其實有一點點的障礙 所以我可能就會使用一些簡單的工具 因為胖塔是移動式的 那我不可能我開到什麼地方 然後我就幫他寫一個東西,然後我一離開 那他如果有後續subscribe的問題 他就會一直打電話給我 所以我們會使用各種簡單的工具來去解決 各式各樣我們遇到的人的電腦問題 那所以我們之前會跟一些縣市政府合作 走進所謂的一些偏鄉、社區、援助民、部落啊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我們跟聯合勸募合作的一個計畫叫做數位應用輔導計畫 那我們走進很多的一些廢利組織的故事 那我標題其實就是從NGO到NG0.1 那其實NGO算是所有的非政府組織 那我個人的定義就是比較有錢的NPO就把它算成NGO 這是我個人的定義 那所以我今天要改一下標題就是其實我要談的其實是NPO 就是有一些非政府組織他其實很有錢 比如說什麼海什麼會 或是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是很有錢的 那我們服務的對象是那些弱勢的 服務弱勢的人的那些弱勢的組織 所以那些組織可能很小 他服務的就是簡單來說 我自由被請教 我們特別服務關注的就是 簡單說就是天龍果以外那些中小型的廢利組織 那各位知道就是我們是個小小的廢利組織 我們沒有錢 那我們服務的那些對象 當然也沒有錢 所以 所以 那個組織本來就很小 所以他也沒有人 那我當然知道就是 你就是沒有人 我已經在裡面了 那 那 但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說 你不要現在馬上想著說 我馬上衝進去 像今天我特別來就是看NG0 那個DDIO的那個演講 那他就是有一個正職的工作 然後呢他就再用他工作剩餘的時間去到一個NGO來去幫忙 那可是我不是要求各位說馬上衝進去找一個NGO 然後就給他做一些就是你知道 資訊服務 因為NGO他縱使 有人了 有錢了 那他通常也會先去請一個社總 因為他服務的人 實在是太多 他服務的人 有老人 新住民 身上各式各樣的一些 呃 就是需要被幫助的對象 那資源有限 個案無限的前提之下 那 那通常 請一個IT 或是 資訊背景的人員 可能就不會是這個組織 非常高的一個priority 好 那 呃 當 資訊人跟公益人 試著要去做一些course over 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就是之前那個 君彥王他就曾經 試著要做一些事情 然後他就 把自己投到一個NGO裡面去當事工 那最後他就說 NGO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會要不伸出一些 就是不太合理的規格 就像要伸出火箭發射程式一樣 什麼 那 各位都知道 PM的step會一直改 那更何況你們 PM是個NGO人 他根本不是軟體驗出身 所以他沒有辦法提出準確的需求 所以 為了要避免bug 簡單來說就是 那就不要做 那就不用bug 或者是像 網路看了一樣 就說 這不是bug 是不是一個feature 就會自己來回自己啊 這類的事情 那 換改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在NGO人的人腦裡面 是個寫程式 他的優點是 我可以自己複製 他容易維護 容易升級 在我離開這個NGO之後 他會 繼續被留在這個組織裡面 偶爾實的是 要改變什麼 其實這有點像電腦病 好 我使用的是信用的工具 像Google app Drawbox Excel 等等等等 我揚聲打造 其實他就說 放了就是電腦 現在要什麼時候 好 我做一點點的改變 所以我在進去組織之前 跟進去組織之後 改變其實是差不多的 三十四秒 所以我進了台中的組織 進了台中的組織 進了台中另外的組織 OK 五秒 好 那Live demo 那Live demo 沒有Live demo 所以我們在很多的組織裡面 做很多的事情 希望大家 明天的時候 可以在我們會跟我們有一些交流 然後試著幫我 還有更多的組織做更多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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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